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不对 荒野之上 从海城到岳崖城的距离可不短 几天几夜的路程是有的 此刻 一群高大如同一栋山丘的机甲战士正在荒野之上移动 六百机甲 一眼望去绵延不断看不到尽头 终于 大军抵达岳崖城 此时 在血域那边侦察的机甲已经将所有的数据都传了回去 地形地貌以及兵力等情况得要做出部署 现在的战斗已经不是范贤想征招就征招了 而是与所有人商议之来 所以将所有的城主都召集过来 周围请看 这边是血域周围的地形图 还有那荷包蔑视之前的机器人兵工厂内部示意图 至于那兵工厂 我们就暂且叫做超脑好了 超脑? 众人虽然都没有听过这怪异的名字 不过既然范贤这样称呼 大家也没什么意见 我们要做的 就是将这工厂完全消灭 我们该怎么做呀 沉默了一会儿 有人问道 毕竟要想打入这么大规模的机器人工厂 那得需要多大的兵源呢 这一次 我们就要将那个血域包围起来 然后利用炸弹一点点将那山体炸开 将处在地下的机器人兵工厂一点点剥离出来 可能时间会比较长 但是我们的损失一定会比较少 这便是范贤的战斗计划 那地下工厂总是不可能钻地跑了 范贤继续说道 另外啊 还有一件事比较麻烦 就是地下河 这地下河应该是连着超脑身后的地下河的 一旦我们开始攻打那个地方 我怕那孙子会沿着地下河逃跑 所以我会亲自带人进入到地下河流中 不可 此刻所有人都提出了异议 怎么能让你令牌持有者过去 我提议挑选死士进入地下 查清楚地下河的情况 然后再做打算 范贤公子 您才是这荒野上的希望 这种事情怎么可以让您去啊 现在仔细来想想范贤的作战策略 大军包围外面 然后一层一层的玻璃保护层 这是有拖延超脑的意思 另外一方面 从地下河去寻找进入工厂的道路 这才是杀手锦 两者结合 只要有一条成功 他们的计划也算是成功了 而且那地下河 谁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大 万一在里面迷了路的话 即便是大宗室级别的人 也不能活着出来啊 此时 司灵进来了 他一边走 一边说道 范贤 你要是真想进去地下河的话 并不一定要让自己进去啊 所有人的目光 移到司灵身上来 成都眉头一皱 你的意思是 远程操控吗 我可以给范贤制造一个远处操控的机器人 还有一个进入式操控椅 到时候 让机甲的无人机 跟随他进入地下 就能将时事的信号传递出来 他人就不用进去了 见大家都一脸不解地看着自己 司灵说道 范贤 很是惊喜地说道 那就按照你说的去做吧 另外让001号呀 立即往海征方向移动 这样的话 都能大大的节约时间了 众人还在商议之时 忽然有情报传来 是左青阳他们 从最咸县发过来的消息 还是左青阳 亲自录制的视频消息 范贤 赶紧派人过来 现在那工厂已经暴动了 根本就镇压不住啊 还有 你个老子承诺的600机甲呢 画面上 左青阳带着十几个伤痕累累的机甲 被一群机器人追得到处跑 此刻 会议中气氛变得紧张了起来 司灵 600机甲 还有多远就能赶过去啊 司灵 查看了一下数据之后 开口说道 还有两个时辰 就能到达左青阳的范围内 已经将这些机甲的控制权给他了 再过一些时间 他就可以 开始布防了 月牙 附近的矿山 在什么地方啊 月牙宋伯等人 陷入了沉默 等了片刻 才开口说话 在西南方向 的确有一座矿山 可是那矿山 人类基本是不敢靠近了 因为那条矿山 被人工智能占领着 静寂之门是机器 它们要不断增长 就必须要依赖矿山 其实在荒野上 稍微有点名气的矿山 都在静寂之门 人工智能的控制之下 人类想要获得矿产 要么就是在荒野上碰碰运气 要么胆子大的 就去人工智能 控制下的矿山 偷歇回来 不能让他们碰面 范贤沉声道 若是让静寂之门 知道那机器人工厂 在复苏的话 它们必定会 趁此机会出兵 至于它们 会不会联合起来 我倒是不知道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绝对不会是一个好消息啊 说吧 范贤看向悬火 执政官下令吧 该出阵了 就在此次议会前 大家一致同意 举荐玄火来当他们的执行官 玄火站了起来 现在 他是荒野联合体的执政官 有些话自然他来说比较好 全军出动 是与人工智能 决一死战 驻扎在岳崖城外面的各城市驻军 终于开拔 朝着雪域方向出发 雪域 地下的机器人兵工厂 追杀了几天 依旧没有将那些机甲全部杀死 这已经让超脑十分恼火 这些人 大概是在拖延时间 在核报面试之前 他们就喜欢做这种事情 看来他们在谋划着什么 不管他们在谋划什么 我们的精力 都不应该全部都集中在人类身上 超脑 终于改变了自己的命令 留下一小部分的机器人 跟人类的机甲抽搐 不要与他们起冲突 只要远远地坚持他们就行 其余的主力 立即前往那座矿山 我要在两日之内 将那矿山 攻打下来 就在左青阳被他们打得坚持不住的时候 援兵到了 范贤承诺他的六百机甲也到了 所有人都惊喜地看向左青阳那边 老大 我们又救了 于是 左青阳给那六百机甲下达了命令 就在这时候 从西方有一道闪电划过天空 落在这边战场之上 是个人 左青阳定眼看去 有点眼熟 只不过当时行动的速度太快了 他无法看清来人的样貌 然后那人在这战场之上 对着那些机器人就开始屠杀 终于 内修士将附近那些 专门针对机甲的机器人消灭干净 而左青阳也终于看清楚了那人的模样 五竹 只有他 才能在天地间 如此自由地悬空飞行 五竹来了 援兵到了 左青阳往西边看去 只见荒野联合体的兵马 从天边杀来 援兵一到 战斗随后就结束 一切都好像算计了那样 超脑 自然不愿 与这种兵力对比的前提下 与人类正面对抗 毕竟 关于范贤的能力 他现在所知道的不多 上回 范贤一招 灭了半数的兵力 那种恐惧的事情 他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若是正面冲突的话 兵工厂承受不起这样的损失啊 所以 超脑将所有的兵力都撤了回去 准备死守地下兵工厂 尤其是维尔的两个入口都有重兵把守 在那隧道之中 从入口道里面都挤满了机器人战士 若是人类想要攻打进来的话 就只能强行 这样的话 人类的死伤必定非常惨重 另外一条道路 就是熔炉工厂上方的通道 现在那个方向也是密密麻麻的机器人 就如同风群一样 无论怎样 人类若是想要攻打进来 必定会付出残重的代价 财素性没多小 工厂还有许多部分没有激活 现在兵力也不够 不然就这些后文明时代的猴子 还不让他们连叫出声音的机会都没有 此时 超脑十分恼火的在地下河边游荡 同时叫嚣着 虽然已经加快了速度制造兵马军队 可是现在的库存都是核爆灭食之前统一分配下来的 都已经存放了不知多少万年 再加上一些机器也都腐朽 所以在苏醒之后 还使用了大量的能源 去重新铸造工厂的机器人 工厂之外 我们要不要现在打进去啊 有人问道 兵马都已经到了 当然有人会提出这种想法 要攻入到那地堡之中 尽快地将这些机器人全部消灭 而范贤此刻也知道 对面的超脑肯定也在监视着这边 说 过来帮我一下 随后 武朱将范贤举了起来 直接扔到高空之中 范贤在半空中展开异能 目光所及之处皆是机器人 然后他想都没有多想 直接催动异能 将方圆数百米范围内的机器人 全部斩杀 这对范贤来说 并不是什么难题 不过他也只是这一招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手 直接退了回来 他出手 也不过是为了让超脑知道自己来了 果不其然 范贤一出手 在地堡中的超脑便知道 他来了 看着无数自己的子民死去 超脑再次变得愤怒起来 这个人太可恶了 我一定要他死 看得出来 范贤是在用激将之法 想让他们外出作战 超脑自然是不可能上当受骗的 要知道在荷包蔑视之前 超脑可是进击这门最重要的分布式运算中心之一啊 这种小儿科的战术 他怎么可能上当受骗呢 然而 超脑确实不知道 范贤此刻根本就没有打算用什么激将之法 他之所以突然动手将这些机器人全部击杀 主要是想分散注意力 回到营地之后 司灵立即告诉范贤 他要的那种远程控制的机器人已经葬好了 而往雪域这边送的武器能源核心等等 也都在路上了 雪域前线的战斗 范贤就交给执政官悬火 毕竟这么多的城主 万一真要打起来的话 总不能各打各的 而应该携手起来用一个声音发声 将前线的控制权移交之后 范贤与紫苑便离开了 司灵安排两个替身机器人 所以范贤与紫苑一同前往地下工厂 精彩剧情 我们下集再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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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